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 我們要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呢,一個新的主題,就是神的計劃。 神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的計劃, 我們呢,跟從神的計劃是最好的。 經文就已經放在這個圖上了。 《詩篇139篇16節》 《我未成形的體則,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 者在你拆上了,神啊! 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 在這裏呢,所說到的這個, 我定的,你所定的日子呢, 其實原文呢,就是 《3335》,如果大家上網找《3335》 《希伯文》呢,看到這個字, 《3335》。 這個解釋就好像《3335》那樣去掃描。 那就是說,神掃描我們的日子。 那就是說,首先這個經文是說到, 我未成形的體則,神已經看見了, 神已經看見我們了,神已經認識我們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 你已經寫了你的拆上。 我所到的日子,我一生的年日, 尚未到一日, 仍然未過一日的時候, 已經寫在神的拆上。 這個就是這個經文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一生的日子, 既然呢, 寫在拆上,那有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每日你所定的日子。 我們每一日, 怎樣, 神怎樣計劃, 神怎樣有個計劃給我們, 是已經寫在拆上的。 那首先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犯罪的那些, 就不是神計劃我們犯罪的。 神計劃就是, 祂怎樣去幫我們, 祝福我們。 神怎樣去計劃, 祂怎樣去帶領我們信耶穌, 兼顧我們和神的關係, 更新改變我們, 就算我們軟弱, 祂怎樣去幫助我們, 這就是祂所定的計劃。 神呢, 一早已經認識我們了, 我未經常看見, 神早已看見, 神已經認識了, 並且不單止是認識, 他還有一個計劃的, 就已經寫在拆上。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我若數點比凱莎更多。 那這裡是告訴我們, 就是, 神的寫的是寫什麼呢?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都是寫寶貴的, 神寫了很多寶貴的意念, 對我們是寶貴的, 是祝福來的,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是非常之寶貴的意念, 不是寫一些, 對我們沒有益的, 全部神所寫的, 都是有益, 以及高度的寶貴, 是會提升我們生命的, 是會對我們最大的祝福的。 當然就是在乎我們有沒有進入這個計劃, 在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後說的,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才能夠測驗神的善良、 神傳可起的旨意。 當我們將身體獻上, 不要跟從這個世界, 心意被神更新, 才能進入這個計劃, 神這個計劃是最好的, 很多人的生命, 根本沒有進入神的計劃, 很多人的生命是順著情慾, 跟從他自己的思想, 他想要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為了他自己, 為了他的利益, 為了他的享受, 有很多人以為這樣是最好的, 就是得最多, 但其實他是完全靠自己的, 他沒有神的祝福, 當然每一個人的生命是不同的, 每一個人遇見的也是不同的, 有些人生出來是有錢的, 有些人是他, 在世人來說是比較平順的, 就是他有更好的機會, 但是, 不代表他有一個, 即是一個人, 就算他的生命是平順, 有錢, 他一樣可以有很多問題的, 即是很多有錢的人, 他們都是很多不開心, 家庭有很多鬥爭, 欠錢, 都是有問題的, 有時候會縱壞的, 即是當父母不懂教的時候, 家裡是有錢的, 不過縱壞了他, 對他一生是有害的, 即是有很多人用他的方式去追求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他就以為我追求就會得到, 但其實他追求, 他只是用他的方式, 他只是找到他要的東西, 他這個並不是神的計劃來的, 只是人的計劃, 信耶穌的人是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神的計劃呢? 不是的, 信耶穌的人, 有些人是沒有什麼聽神話的, 一樣是吵架, 吵吵, 沒有信教神, 沒有親近神, 沒有跟神建立關係, 沒有被神改變, 沒有被神改變, 這樣的時候, 其實他的生命是有很多問題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基督徒, 他跟人的關係也不好, 他工作也不好, 他的成就也不好, 他很多事情都有很多問題的, 這樣的時候, 然後呢, 他扼壞了神的計劃, 他沒有進入神的計劃, 因為他信耶穌之後, 不是去遵從神, 他信耶穌之後一樣跟從他的情慾, 跟從他以前的生活方式, 那這個是有一個原因的, 一個原因呢, 就是他周圍的基督徒呢, 都是這樣的, 那麼他就跟隨他的模式, 或者是有時候, 他受到的教導呢, 都沒有什麼全面性處理生命的, 那麼他學到的東西就是這樣, 那麼他也都自己沒有什麼看聖經, 沒有從聖經去找答案, 那時候呢, 他的靈命是很軟弱的, 他跟人的關係都有問題, 他不懂得處理生命, 有些就是, 聽了這個教導, 但他沒有遵從, 他沒有遵從神, 那時候呢, 不能遵從神的計劃, 因為他明明聽了, 應該遙恕人, 但他不肯遙恕人, 他聽了應該去愛人如己, 應該去親近神, 但他沒有去做, 那時候呢, 他也不能進入神的計劃, 那麼我們是, 我見過很多教導, 他們有時候向我求助, 在網上, 因為我擺了很多影片, 有些人向我求助, 希望我幫助他, 那麼就發覺, 也有很多人呢, 他是, 同神的關係不是那麼好的, 他又沒有處理生命的, 他是, 很多方面, 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們的, 同神關係, 平安喜樂, 情緒, 沒有跟從神的, 沒有得到神的平安喜樂, 沒有得到神的力量, 很容易猛狀, 很容易發脾氣, 很容易會, 用自己的方法, 去生活, 那就, 產生很多問題了, 那有些更加嚴重呢, 但是, 人際關係差到, 他, 做什麼工, 都被人解僱了, 快就被人解僱了, 所以他, 經濟也有問題了, 那也有些, 是, 一方面是, 因為他情緒, 另一方面呢, 他, 沒有運動, 其實這些都包括, 我們管理生命都包括我們運動, 這樣, 這樣呢, 他們是, 進不了神美好的計劃, 他是, 在一個, 即是, 他的生命, 可以說, 很破壞的生命, 一個破爛的生命, 因為他, 生命呢, 很多沒有處理到, 所以他生命呢, 在很多地方, 是破爛的, 是, 進不了神的計劃, 和神的計劃是非常之遠的, 那麼, 這個呢, 就是, 一些人的情況, 是非常之可惜的, 他們沒有看到神的尾線, 那麼, 這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來的, 那麼, 好了, 這就是一個問題了, 那也都同時呢, 有時候, 有些基督徒呢, 他們是很愛神的, 很遵從神, 很跟從神, 很投入去行神的路, 那時候呢, 他們就進入神的計劃, 有些人呢, 他真是生命很大的提升, 是, 永康的, 那麼, 他在非洲呢, 他帶了很多非洲人信耶穌, 他有很多的聚會, 例如, Heidi Baker, Heidi Baker, 也在非洲呢, 他, 其實他呢, 曾經在香港有幾年的時間, 那麼, 他呢, 就是在香港時候幫助一些窮民, 後來, 神呢, 就叫他去非洲, 那麼, 去非洲的時候呢, 他是沒有錢的, 即是, 身上有很少錢, 去到的時候呢, 神就叫他, 去餵養當地的孤兒, 叫他收容那些孤兒, 那麼, 他說我都沒有錢, 但是, 神就一步步供應他, 那麼, 他就, 供應那些孤兒, 然後呢, 就訓練他們, 平命更新, 他本身是聖靈充滿的, 一個傳導人來的, 他是很, 真是, 時時跟神有很親密的關係, 很強烈聖靈的充滿, 所以, 他訓練出來的人呢, 都是很愛主啊, 很毀身啊, 那麼, 他就在非洲呢, 就是, Mozambique 的地方呢, 我不知道中文譯做什麼啦, 叫了很多人信耶穌, 還有呢, 建立了很多教會, 那這個也是神, 當地所做的事, 很奇妙, 就是透過一些人, 他們很毀身, 也有些人呢, 他們不是傳導人, 好像杏林寺, 他不是傳導人, 其實他身體呢, 全身很多地方都很, 就是, 這個, 雷鋒濕關節炎呢, 是非常之痛的, 他寫的書呢, 是幫助很多人的, 包括我自己, 以前我曾經, 被人傷害的時候呢, 我看他的書呢, 覺得很安慰的, 幫助我怎樣, 不要看那些問題, 多些看神的恩典, 那麼, 就, 有些人呢, 他們是, 生命被神使用的時候呢, 是, 高度的發揮的, 那麼, 我也鼓勵大家呢, 就是, 含求神這個完美的計劃, 神呢, 在我們生命中呢, 是有完美的計劃, 每一個都有的, 無論我們的知識, 幾低,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知識低, 但是聖經說呢, 神簡選那些, 有智慧的羞愧, 就是, 那些人好像在世上, 沒有什麼智慧的, 但是呢, 他們有神, 更生他生命之後呢, 他就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 神呢, 又簡選那些軟弱的, 叫, 強壯的羞愧, 有些人很強壯, 但是呢, 神呢, 簡選那些軟弱的人呢, 叫這些強壯的人羞愧, 看得到呢, 神可以有能力使用軟弱的人, 總之, 我們聽神說, 我們就進入這個計劃, 就非常之美好的, 那麼, 在我們的群組, 也有些人呢, 有大的更新, 很大的改變, 就不斷去傳福音, 幫助周圍的人, 那麼, 神又跟他說話, 帶領他, 怎樣去幫那些人, 那麼, 這些都是神使用他們的, 那麼, 這就是生命提升了, 那麼, 當一個人這樣生命提升的時候, 其實他是蒙福的, 神就會祝福他的生命, 整個生命會蒙福, 他就進入了神的計劃, 神的計劃包括什麼呢? 包括他裡面充滿平安喜樂,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神的力量, 神也都供應他, 他也都因為他平安輕散, 他更加容易身體健康的, 平安輕鬆的人是更加容易健康的, 如果人緊張, 是更加容易有病的, 那麼, 他時時都平安輕鬆起樂, 是更加容易健康, 還有, 神給他的智慧, 神給他的機會發揮生命, 祝福更多人, 他得的賞賜, 今生來生都更多的, 他的生命都發揮, 神給他恩賜, 智慧, 高度發揮生命, 不是輕微的發揮生命, 是高度的, 給神大大的使用, 不一定是全道人才是高度給神使用的, 其實任何人呢, 他影響周圍的人, 他已經是可以高度給神使用的, 求主幫助我們都, 去反思我們的生命, 到底我們有沒有入到神這個完美計劃, 我們怎樣可以入到完美計劃, 我們有什麼地方已經入到神的計劃, 有什麼地方是困難了我們的, 我們有什麼地方是有困難的, 有時候有些人, 他們很想入到神的計劃, 但是他們的生命是破碎了, 破碎了的時候, 我們就求神給我們智慧, 去怎樣首先重建什麼地方, 重建一定是從神的關係, 就是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親近神, 從神得力, 讚美神, 得到神的喜樂平安, 得到神的喜樂平安, 也都看聖經, 很重要的看聖經, 首先看新藥聖經, 看幾次明白了, 然後先看舊藥, 然後就看舊藥的時候, 都看新藥, 因為新藥的靈修性比較強, 幫助我們靈修比較強, 聖經是會幫助我們成長的, 如果只是靠聽, 是不夠系統性去認識神了, 我們看聖經, 生命裡面, 譬如有情緒問題, 人際問題, 工作問題, 健康問題, 我們都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去重建, 這個就是逐進入神的計劃, 有尋求神的帶領, 神你帶領我怎樣重建我生命, 我怎樣重建我的平安起落, 給我有力量, 有智慧, 怎樣處理我現有的問題, 怎樣提升我的生命, 這都是我們可以, 進入神的完美計劃的, 好, 在這個時候有沒有問題? 我們今次這個主題, 我們又會繼續講到, 有什麼難阻人去做神的計劃, 怎樣去衝破這些計劃, 對不起, 衝破這些難阻, 怎樣衝破這些難阻, 讓我們的生命高度的提升, 希望幫助每一個人都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一起祈禱, 一起祈禱, 親近神, 神愛天父, 我們多謝祢, 大家可以站起來, 放鬆的人, 神愛天父, 我們多謝祢, 因為祢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祢很想在我們生命中做偉大的事, 祢能夠使用如絕的人, 叫世上有智慧的人羞愧, 你願意使用軟弱的人, 叫有剛強的羞愧, 神祢能夠賜給我們能力的, 無論我們本身的質素, 可能不及於某些人, 但是神祢可以賜給我們熟靈的質素, 從神而來的質素, 讓我們能夠超越世上的人, 能夠生命高度的發揮,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放下世上的, 我們的思慮, 前才的迷惑, 不要被世上的思慮, 前才的迷惑影響, 幫助我們轉著在神的身上, 我們有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都全心仰望你, 全心信靠你, 倚靠你, 親近你, 神你必定有你的解決方法, 所以我們感謝你, 感謝讚美天父, 是我的牧者, 神是我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神不會叫我們缺乏的,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揭的水邊。 請掌握, 我咻哨你, 甚麼鬼呆叫我, 那つ請你中心的牧者, C痛香, 我才以她的貧者, 我 бук不自缺乏, 她 compared無 conhe草串嗎? 不是的牧者, 祂有我躺在青草地上, Cycl otherwise Sagkat川 representative, 我 Cai Tel Denmarkelju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生一世必有 但为之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夜窩画的殿众 直到其言 我一生一世必有 但为之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夜窩画的殿众 祈祷永远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神,你凡事都能 你能够提升我们生命的 你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自缺乏 你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你能够安揭的水边 你会照顾我们,牧养我们 帮助我们,提升我们 我们走在你的路上是最好的 我们听你的话,亲近你,遵从你 是最蒙福的 遵从神的人是有福的 所有人将房屋建造在盆石上 是很稳妥的 含水冲风吹,撞着这个房子 房子肿不倒塌 任何事发生,他都不会倒塌的 因为神会保守我们 帮助我们专心仰望你 享受你,轻轻松松 神的指示就是我们 靠着耶稣轻松松 可以起落平安 因为耶稣是赐给我们平安起落的 神是凡事都能做的 多谢耶稣 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我救助 真奇妙 哈哈哈哈 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 行政见,以神听,清楚在圣经见明,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 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 行政见,以神听,清楚在圣经见明,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 多谢耶稣,多谢耶稣神力好奇妙, 我们可以放松,轻松,神力必然祝福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 感谢耶稣,多谢天父,感谢耶稣的大恩大爱, 多谢天父,有神万事足,感谢天父, 来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由主帮助我们在神里面有喜乐平安, 有力量,甚至靠着耶稣得性有缘, 同神而来的力量, 耶稣就会祝福了, 有时有些人说,我有疾病, 神的计划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越亲近神越轻松, 首先神可以减轻我们的痛苦, 神可以减轻我们的疾病, 神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 即使我们不被医治, 但我们依靠神,亲近神, 遵从神, 我们都可以平安兴散, 就算有时, 真的病很严重, 我们也接受不重要, 在神里面, 凡事神都能够祝福, 在疾病之中, 神都能够祝福, 希望大家都能够深信, 在任何环境, 神的祝福是够我们用, 我们不需要因为环境而担心忧虑, 深信神的恩典, 神的爱, 神就会大大的私恩祝福, 神的加力量给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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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